甘肅敦煌世界地质公园推出直升机游览服务 令乘客可以在空中感受过逼风情 一起看看 去敦煌旅游 一般大家都会骑骆驼玩滑沙 最近就有公司推出空中私路游 让乘客乘坐直升机游览敦煌世界地质公园 负责人介绍 游客用40至60分钟 就可以在空中饱览多个延门景点 例如阳关 玉门关 明沙山月牙泉 雅丹魔鬼城等等 而如果驾车游览 单程就至少需要三个小时 东航旅游景点之间很远 东航到雅丹期180度 夏天在酷热的环境下 开着车去雅丹 它又辛苦 飞机就很方便 我们又实现了一种叫快旅漫游 就在天上快快地到达那个地方 到了景点以后慢慢地看出 有游客参加试飞之后表示满意 我觉得这种方式比较直观一些 上去看过之后就觉得很梦幻的那种感觉 就是给客人不同的体验 敦煌世界地质公园 由雅丹景区 明沙山景区 和自然景观和文化围旨游览区组成 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 空中私路由项目负责人说 雅丹魔鬼城地域疗阔 地貌奇特 远离闹市和禁飞区 气象条件良好 是小飞机 直升机 刮长散 热气球飞行和空中跳散等活动的理想地点 感谢观看